好这个最新的消息我们来关心的是在芝加哥北郊海兰公园市 4号上午国庆游行才开始10分钟不到的时间 就发生了重大的枪击案 当地的警方说了 截至下午1点钟左右 已经有6个人死亡还有24个人受伤 警方指出枪手是年纪大约18到20岁的白人男子 他留着黑色的长发身材矮小 穿着白色或者是蓝色的T恤 初步研判呢 枪手是拿着步枪在游行路线上的一处建物的屋顶 朝着游行队伍扫射 现在枪手还在逃 澳洲的东南部已经连续三天降下了好大雨 大雪梨地区有多数的城镇都淹水 雪梨当局在3号下令紧急疏散3万居民 至于阿尔卑斯山的部分山区也一次受到破纪录的高温影响 导致冰川崩落 目前已知造成6死8伤 由于救难行动还在持续当中 这个伤完人数还有可能会再增加 澳门经过三轮的全民核酸检测之后 还是没有能够把疫情控制住 甚至首度出现了死亡个案 有两名的长者死亡 本周开始要再做三轮的全民核酸 为了减少排队交叉感染的风险 民众还要先做快筛阴性之后 才能够去排队做核酸 也是全球第一个采取这么严厉安排的地区 澳门疫情再增68例 累计852例 两名长者离世 临死亡破功 7月4号起展开这波疫情以来 第四次全民核酸检测 33小时完成一轮 6天坐三轮 大陆派出650人赴澳资源 澳门全民核酸 为了减低交叉感染 是首个地区要求排队人士出示快筛阴性证明 没有的被劝导回家先快筛 澳门政府在每次检测之后 都会免费发放快筛及KN95口罩 政府部门银行等停工两周之后 非赴有限度服务 但呼吁工商机构尽量停工减少人口流动 感染的数据如果是向上升的 不排除全市怎样静止 受疫情影响 6月博彩收入约91亿台币 暗年下跌六成多 是2020年9月以来最低 政府拨款371台币 援助受影响行业 香港方面则持续新增约2000例 一名立法会议员确诊 6月30号习近平防港合照时 他跟习近平三个一人 暂时没有其他感染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导 俄罗斯宣布了重大的战果 表示他们成功拿下了乌冬 卢干斯克州的利息昌斯克 好俄罗斯的国防部长邵伊古 已经向总统普丁禀报 表示俄军距离目标 拿下整个乌冬 现在又更借更前进迈向了一步 至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也在2号晚间发表了谈话 表示撤退是不得已 也誓言会夺回尸土 俄军插上国旗 庆祝拿下利息昌斯克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表示 撤退是为了挽救死守的乌军 利息昌斯克 是乌军在卢干斯克州的最后据点 如今落入俄军之首 意味着俄罗斯距离控制乌冬全区 又更进一步 除了乌冬 俄军也对南方黑海城市 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展开轰炸 残酷行为引来西方大伐 想透过制裁孤立消灭俄罗斯 但法国总统马克宏认为 这样对和平没有帮助 马控表示 应该把重心放在原屋 而非抗俄 立场偏袒俄国 让泽伦斯基心灰意冷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吉受访表示 俄乌战争可能会以三种方式结束 第一是俄罗斯就此停手 夺下乌东顿巴斯地区和南部黑海城市 第二是将俄军彻底赶出乌克兰 包括克里米亚半岛 第三则是乌克兰与西方合作 让局势回到开战前的状态 基辛吉也表示 泽伦斯基也接受这个框架 有人认为三种结果都没有惩罚到普丁 基辛吉则表示 北约顺利东扩到俄罗斯家门口 就是最好的惩罚 记者蔡新成报道 美国的警察又再度执法过当 警方怒吼伴随警车鸣敌 二十五岁的非裔男子 沃克因为涉嫌交通违规 但去拒绝警方拦箭 头也不回的拼命往前跑 但没想到拒绝拦箭的下场 竟然是遭到八名远警 连开九十枪当场身亡 现场枪声密密麻麻 八名警察同时开枪 沃克在子弹连红下 直接在地上连翻好几圈 根据验尸报告 被害人身中六十多枪 引发全美舆论炸锅 数百名民众走上街头 告举黑人的命也是命 这是谋杀 据派表达悲愤 警方单方面判定沃克是具威胁性的嫌犯 并朝他疯狂开枪 引发非议社区激愤 抗议团体走上车道 挡住来往车辆使交通堵塞 表示这起枪击案 比佛洛伊德事件还要糟糕 而同乡的NBA巨星 詹姆斯也发文声援 今天为我的城市祷告 目前八名生案员警已经停职 而沃克家人的律师则表示 希望外界能看见沃克的善良 我们不能够贵杀杀 这就是一个年轻人 刚才昨天 他跟他的家庭 和他祖母 和他帮助 放在桌上 他的笑容 他是谁 他跟他的家庭 那是谁 二州州长因此取消国庆活动 据华有统计 美国去年多拿一千零四十人 因为警方开枪 重伤和身亡 不论是先前的佛洛伊德案 还是沃克事件 美国警方不当执法 恐怕会再度引起 全美抗议浪潮 记者陈里新报导 神秘的汗血宝马 其实一直以来 都被当作是土库曼的国宝 送给各国元首当国礼 坚持只送公的 不送母的 是非常珍贵 您知道吗 目前全球 也仅有三千匹 最高的行情 这一支可以卖到五亿新台币 堪腔有力 速度之快 他正是传闻中的汉血宝马 最贵的价格 可抵二十辆法拉利 汉血宝马身份可以说 是相当的珍贵 他曾经在拍卖会上 卖出一亿六千美元的 这个价格 换算成台币近五亿元 因此也成为 许多大陆富豪 珍藏的瑰宝 也被当作国礼来赠送 汉血宝马本名叫做 阿哈尔捷金马 来自土库曼 跑一千公尺 仅需一分零七秒 全世界仅有三千匹 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就曾收过 土库曼总统送的一匹汉血宝马 被当作贵重的国宝 只送公的 不送母的 目前大陆在当地繁殖培育 也仅有三百匹 相当稀有珍贵 传闻说 为什么汉血宝马 叫这个名字 好多人说是 因为它会流血奔跑的时候 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汉血宝马 皮薄毛细 它奔跑的时候 肌肉和血管 膨胀的速度比较快 汉血宝马急速奔跑后 身体会爆出明显的血管 因而得名汉血宝马 中国历史上 还曾为了争夺它 发动两次战争 可见多么珍惜 这准备配于新疆采访报道